明星快报报 明星快报报 明星快报报报报 明星快报报报报报 明星快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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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在旁边比较闷 直接拿头 撞同大围的腰 撞完才感受到痛 别看丹宇豪还小 他2018年就进入娱乐圈了 参加萌娃真人秀 放开我北鼻第三季 已演过几部戏 接下来还会合作黄渤 前途一片光明 超超的姐姐欢欢 也是个非常讨喜的角色 由刘楚田出演 小欢喜礼 南建龙以欢欢为好 整个餐桌下面 铺满欢欢的画 南丽家里墙上 也挂满了欢欢的画 这些画其实真的是 小孩的画作 而且都是欢欢的 演员刘楚田画的 虽然画功淳朴 但显得很真实 拍摄时 刘楚田还曾帮米桃妈 这个人物画漫画 我们再来看看几位 家喻护晓的主演 在一开头 充满火药味的家宴上 欢欢表演了唱歌 南丽拿着个 罕见的乐器伴奏 十分娴熟 这个乐器叫柳琴 之所以选这个 是因为宋家 本身就很擅长 他八岁就开始 跟随大师学柳琴 学了九年 十分专业 不过拍摄时 宋家还是笑场了 老戏古张国立在现场 也秀起了才艺 拿着一双筷子 和一个碟子 就敲打起来 现场十分欢快 宋家虽然才艺厉厉害 但体质差一些 距离设定夫妻俩 是常健身的 两人在家里边做平板 支撑边聊天的戏 最体能差的宋家来说 就是个大难题 宋家撑不住 腿一直抖 说不完一句台词 就趴下了 不过再艰难 宋家最后 也坚持演下来了 勉强说完台词 才趴下 戏里下军山设定是 喜欢跟严鹏打网球 佟大为之前 没玩过网球 技能是现学的 不过他学得很快 动作很快看起来 就像专业人士了 这次拍摄 对佟大为来说 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适应蒋星的存在 因为他和蒋星之前 曾演过夫妻 在2019年的电视剧 奔腾年代里 如今在剧同一屋檐下 昔日老婆秒变前妻 和老婆的亲戚 还是挺难适应的 对张国立来说 也要面对一样的难题 宋家之前 演过她的儿媳 这次演的是女儿 之前 在同一部戏里 老戏古朱英 也饰演她前妻 朱英曾经演的是 宋家的婆婆 如今成了亲妈 所以对这几个演员来说 这家庭关系 真是挺混乱的 令人头疼 戏里班主任 张雪儿一脚 虽然戏份不多 但树立了一个 为人师表 文静大方的倾向 很讨喜 戏外演员贺南 并不文静 反而很活跃好动 组织钟老师 和小演员们一起 玩各种小游戏 活泼的像个小学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